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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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P220点的水属性基础宝可梦 弱点是雷属性 撤退需要两个无色能量 第一招领域支配 一个水能量 从自己的牌库选择一张竞技场卡 再给对手看过后加入手牌 并且重新牌库 第二招是水泡破坏 二水一无 可以造成200点伤害 再下个自己的回合 这只宝可梦无法使用招式 哇 是掌管空间的宝可梦怕陆奇亚耶 我还记得在宝可梦传说阿尔宙斯 对他使用大白宝玉 就可以让他变成起源形态的画面 超级霸气的 那进化后呢 就会变成起源帕路奇亚Vista 起源帕路奇亚Vista HP来到280点 招式 亚空朝旋 两个水能量造成60点伤害 增加双方的备战宝可梦的数量 乘以20点的伤害 Vista力量 特性 星星入口 在自己的回合时可以使用 从自己的气牌区选择最多三张水能量卡 以任意方式赋予自己的水属性宝可梦身上 哇 亚空朝旋这一张呢 看起来可以造成很高的伤害 真的很强 不愧是起源帕路奇亚Vista 这招在双方备战区各为5支时 可以造成260点的伤害 加上讲究代表来到290点 可以弃绝宝可梦Vista 甚至配上光辉摔角鹰人 也可以来到320点的伤害 可以弃绝大部分的宝可梦VMAX 而且他的能量需求只要两颗的水能量 所以其实非常容易就可以满足他的需求了 而且他的Vista力量 星星入口 也可以帮助甜人 可以从气排区选择最多3张的水能量卡 以任意方式赋予自己的水属性宝可梦身上 只要前期用高级球 或是光辉甲赫忍蛙的特性 把水能量丢到气排区 再发动Vista力量星星入口 就可以快速的帮我的水属性宝可梦填能 不过一提到水属性的宝可梦 我们马上就要来介绍一张新的志愿者卡片 就是我们的志愿者 珠贝 是珍珠队的首领珠贝耶 让这张志愿者的效果是 从自己的牌库选择水属性宝可梦 与物品卡各一张 再给对手看过之后加入手牌 并且重洗牌库 嗯 感觉可以有很多搭配呢 嗯 我思考了一下 其他的效果可以检索的东西 非常非常的多耶 水属性宝可梦 例如大家都很熟悉的 蝶豹的变色蜜 或者是千变避翼 可以利用这两只宝可梦 去拿更多的训练家卡片 也可以抓像是 章鱼筒 马纳菲 甚至是 物品卡的部分 好像就可以试战况 来做灵活的运用了 举例来说 如果对方的 迦勒尔松难瓦斯 正在封锁你的谍爆特性 就可以使用 支援者珠贝 来拿消除香水应对 这样就不用怕被锁特性了耶 嗯 看来是一张 很强力的支援者卡片耶 OK 那接下来要介绍的是 物品卡 笔之化石 这张卡可作为 HP60的无属性基础宝可梦 放置于场上 若在自己的回合中 则可将场上的这张卡片丢弃 这张卡无法撤退 而且在时间观察者 以及空间魔术师 两个扩充包里面 帮我收入这张 迷之化石喔 那我在这边呢 要补充两个小知识啦 那在游戏开始的设置阶段呢 迷之化石是不能视为 基础宝可梦来设置的喔 并且在游戏开始后呢 如果你的迷之化石被弃绝了 是会被对手拿一张加上卡的喔 所以要特别注意喔 目前呢有两种进化路线 首先是第一种 流盖龙 HP90的一阶进化 斗属性宝可梦 并且能再进化成 战锤龙 HP会来到170点 弱点是超属性 撤退需要两个无色能量 第一招鲁莽投机 一颗斗能量造成60点伤害 第二招侏罗祭锤 两颗斗能量造成240点伤害 若对手的手牌为3张以下 则这个招式失败 这招侏罗祭锤的伤害其实很高耶 而且你可以搭配玛丽啊 或者是裁判这两张卡片 去让对手的手牌 不会低于3张以下 那这样招式也不会失败了 对耶 那第二种的进化路线呢 则是盾甲龙 HP100的一阶进化的 刚属性宝可梦 弱点是火属性 抵抗力是超属性 撤退需要3个无色能量 并且能再进化成 护城龙 HP会来到160点 撤退会变成需要4个无色能量 那护城龙的特性呢 是原始要塞 只要这只宝可梦在场上 自己的所有宝可梦 受到对手的宝可梦低 招式的伤害减少30点 招式则是铁支冲撞 二缸一无 招成180点伤害 这只宝可梦也会受到30点伤害 不得不说 这个特性的减伤效果啊 如果在战斗的时候有它在 肯定是非常安心啦 可以有效降低 来自对手的宝可梦V的伤害 感觉很适合耐久性的战术耶 没错 而且如果想要快速进化的话 也可以使用神奇糖果 来让迷之化石快速进化哦 那这边呢 还要请训练家们特别留意啦 猴盖龙与战锤龙 顿甲龙与护城龙 是从迷之化石进化而来的 之前收入在扩充包 无极力量SetB里面的稀有化石 是不能进化成这两组宝可梦的哦 没错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啦 各位训练家 如果还有其他新卡搭配的想法 都欢迎在底下留言跟我们分享哦 那最后提醒各位训练家 我们的最新扩充包 十千观察者以及空间魔术师 即将在4月22号正式发售咯 喜欢影片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要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我们接下来的相片通知 我是幸福大文琪 我是更贵子君 我们再下次见哦 拜拜 拜拜